我們前年搶口罩 去年搶疫苗 今年搶快篩 這是什麼爛政府 你不得不往政治的那方面去想 為什麼別人申請人都不行 只要是這個跟民進黨有關係的 申請他就過了 蔡英文政府基本上 應該說他就是一個犯罪集團 他做任何事 不受法律 不受所有的機構的制衡 媒體你敢監督媒體官啊 所以要嘛就是國家給 要嘛就是市場邏輯 結果我們 我們給人家國家買 他還要賣你 那人家當然會去算差價 互產資本主義 還有比如說是 你現在查到的那個很便宜的 幾乎都是Man in China 所以基本上還是 中國的心結 最可惡的是什麼 扣官耶 我國這是一個快篩窮國 這真的是爛 如果你今天台灣每天都在笑中國 笑北京 笑上海 結果美國國務院的 安全旅遊 是中國 但是台灣是不見一切 對啊 講得好啊 真的是這樣 這樣的政府 他是又無能又自大 我無能沒關係 我謙虛一點 我自大也沒關係 我真的有本事 你又沒本事你還自大 你看好了現在才剛開始 已經亂成這樣子 這接下來不得了 國民黨的麻煩就在這裡 民進黨很清楚 只要拿到政權隨便你們 你騙我也沒關係 民進黨這樣講 他都直接說 反正沒關係 騙票只要拿到政權都沒關係 再怎麼鬧 取得政權最重要 其他都是假 國民黨你總是讓群眾會有一些 有一些 覺得有希望我支持那個黨 民進黨很爛沒錯 對不對 但你國民黨要帶給我什麼 你要告訴他你要帶給我 你要有個願景 對這很重要 一個工資都要願景 足以讓人為你犧牲性命的 林爵明當年硬硬硬 輕輕如霧 他是把他老婆跟小孩都丟了 而且這個他老婆小孩成义硬 後來過得很不好 可是林爵明願意心甘情願 那是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值得犧牲 值得為他努力 但現在國民黨其實衝啊 對啊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第一個 你要有你一個目標嘛 就算一個公司都要有願景了 對不對 那何況一個黨吧 那我這個黨將來你支持我 我要做什麼 講清楚 而且不要很複雜 對不對 台灣現在需要什麼 年輕人需要什麼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生不起孩子 真的是這樣子啊 打房啊 你要該怎麼做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以前不是國民黨 常常搬人到新加坡看嗎 看那麼多年學了什麼東西 好像也沒學到什麼嘛 新加坡80%都住在政府 蓋的這個國宅裡面了 它叫祖屋啦 那你做不到嗎 你政府真的沒有資源嗎 你政府真的沒有土地嗎 你很多工具在手上嘛 你為什麼不能做呢 這都可以做的 那你說 比如像美國那個Sanders Bernie Sanders 大概80幾歲 80幾歲啊 年輕人很支持他嘛 因為他有理想 他有理想 另外他的 他的做法 年輕人也喜歡嘛 公立大學學費全免 對啊 學貸全免 從從收回去 你現在愛不愛啊 對不對 那你國民黨 能不能提出一些這樣的號召呢 這有那麼困難嗎 我不覺得有那麼困難啊 對不對 民進黨把台灣搞得一塌糊塗 你光看疫情就好 我們剛剛講 前年 前年 買不到口罩 買不到口罩你就承認嘛 我沒有 不用戴口罩 不用戴口罩 不但不用戴口罩 你戴口罩還罵你 基本上都才拍了大官 到電視上宣導說 坐捷運坐火車 不要戴口罩 有夠反制等等 我講的最生氣 理工科的人最恨 這是一個科學事實 scientific fact 你硬是凹 他們我們都信邪教嗎 好那是前年 去年就沒有疫苗 記得嗎 疫苗沒有了 去年還沒有酒精 前年我們在排口罩上 還要排酒精 去年沒疫苗 結果要郭台銘 慈濟 台積電出來捐嘛 否則的話 那時候過不去了 對啊 然後他說買不到 然後郭台銘去就買到了 那怎麼回事呢 狗屁又講原廠授權書騙我 亂扯一通嘛 那他那時候阻擋郭台銘也是嘛 你買到我買不到 不是我是無能我笨蛋了 所以最好你也不要買到 不行刁滿屁 那今年呢就沒有快篩劑 對不對 然後現在你看好了 立刻病房又不夠了 藥品也不夠了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十幾萬人確診了嘛 那中重症也不少了 對不對 4000多個 他只發了600份的藥 你那個藥是怎樣啊 不夠 對美國現在藥是 只要到那些連鎖藥局 免費給你5天的藥 連越南的藥房都可以開給你哦 都是那兩款 這個一個叫 然後沃爾努皮拉偉 就是這兩家都可以 Murk跟輝瑞都可以 那台灣在幹什麼 我不懂啊 對不對 早些的時候 我講了很多次啊 日本買了幾百萬劑 美國買了幾千萬劑 2000萬劑 我們買1萬劑 對 他後來加到76萬劑 還是被罵之後 還沒有來嘛 才加的 而且還沒來嘛 說有30多萬劑 那你發啊 你也不發 怎麼到現在才發600劑呢 你在搞什麼鬼呢 立法院給你8000多億的 這個紓困預算耶 8000多億 你這錢都去哪裡去了 不是很奇怪嗎 這正是想你不用講別的 我覺得年輕朋友看看 這樣的政府 他是又無能又自大 我無能沒關係 我謙虛一點 我自大也沒關係 我真的有本事 你又沒本事 你還自大 還在把意識現在搞進來 就是今天這個狀況 就是這樣子 你看好了 現在才剛開始 已經亂成這樣子 這接下來不得了 接下來三個月不行 你一天2萬多人 就已經搞成這樣 你一天如果20萬人 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所以觀眾朋友 其實這個也有問題 因為今天這個 下午的指揮中 經紀則會也有人問到說 那有些醫護人員 他覺得他可能是有症狀 可是他不塞 好 就把他當作感冒這樣子 因為我要跟各位解釋 因為陳時中 他是回避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現在這個 COVID-19這個確診 他目前還是法定的傳染病 你法定的傳染病 然後你說我不想塞 然後快塞我也不要 PCI我也不要 我變成是黑素 或者你是醫護人員 你說我自己是醫師 我是護理師 我如果塞下去 我這個診所可能 你要隔離或什麼體驗什麼 所以我就不塞 這個會有法律的問題 會有傳染病房 是否 陳時中他避而不談 他不敢談 陳時中也承認會有黑素 觀眾朋友你現在懂了嗎 為什麼我們從2020以來 兩年多的我們堅持不普塞 你現在懂了吧 這是不普塞啊 所以他甚至都講說 你如果覺得專門 你就待在家裡 他就打美國當例子 你在家裡待五天 我們看這國民黨立委的這個質疑說 韓國的同一個快塞 同一個廠牌的快塞 去年被打槍了 為什麼換了這個高端的老闆去 就馬上就通過了 這很奇怪 而且去年也有廠商申請大陸的唾液快塞 也不准 我覺得很奇怪 就只要跟大陸有關的都不准 然後你要有特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綠又有 這個不是質疑 就如同單身廣講的 你不得不往政治的那方面去想 為什麼別人申請人都不行 然後只要是這個 跟民進黨有關係的 申請他就過了 而且很明顯的 這也要我再次的表揚這個黃子澤 他去查說 原來陳時中比衛福部次長更早 他就說沒有人申請了 對 可是那個時候 其實他已經申請了好幾天 陳時中都沒有 所以陳時中這個 這個都經不起檢驗 我特別請大家看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可能國外 海外在看單身廣節目的人 看不懂說 這是在買什麼 是不是買演唱會的票 為什麼下雨天 這麼多民眾撐著傘 好 這個是在我們內湖的東湖這邊 大哥拜對七 你拜怎麼 各位 我們台灣的朋友 你為什麼不生氣呢 人家有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 英國 新加坡 他們的快篩是政府買來送給你 很多啊 政府買送給你 新加坡還送血氧機 我們政府有在喊人家 叫民眾去排隊 而且你排隊買比較貴 還不見得買得到 很多人排隊排得要死 還買不到快篩 為什麼 這個叫做全世界都趕不上台灣嗎 這個叫超前部署嗎 這個絕對都講不過去的 所以我不是說現在防疫當頭 我們去繞開這些職業的東西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你滿意嗎 我們前年搶什麼 我們前年搶口罩 去年搶疫苗 今年搶快篩 這是什麼爛政府 為什麼其他國家 人家用送的 我們有8400億 已經花了7000多億 那其實還有1000多億 你為什麼不去買呢 陳其邁買59 為什麼我要買100呢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我跟各位講 這些弊案都不會查 你想想看我們正常發揮 高端的鼓叫我們講幾次 哪一次有查 到現在連查都沒有查 他不會查的 除非你政黨輪替 不然這些弊案 永無天日 不會有真相的 現在這個政府 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了 目前他們沒有什麼不敢幹的 陳之中你就問他 他就說 那跟高山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呢 再問他就說 要怪去怪病毒好了 對 對 這種 這種可以做到一個部長 然後疫情指揮官的 這種人都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傲慢的 面對人家對他的一種 一種正常的詢問而已 你這個 基本上台灣已經沒有任何標準了 太可怕了 真的好可怕 我跟你講這個蔡英文政府基本上 應該說他就是一個犯罪集團 他這些人做任何事 不受法律 不受所有的機構的制衡 不受法律 媒體也不能監督 因為媒體你敢監督 媒體關了 媒體關了又怎麼樣 到現在也沒怎麼樣 有又怎麼樣 52才換了華視以後 還滿怎麼樣的 對 每天都在怎麼樣 蔡依依 蔡依依是誰 依依依不捨 依依 就更糟糕 而且就是我就是不要你送 我就是要去買 為什麼 以前很多 因為我 以前接觸很多發展中國家 他那個政府就不要你送 要買他才有 對 對 你不用買 不用到政府的這種 預算的話 他中間沒有油水 他一定要有油水 所以這個 這個譬如說高端 現在這個現象 在其他國家不要老早辦了多少人 剪掉老早就自動出來怎麼樣 對啊 自動出來調查了 可是我們今天 我們這還有司法獨立嗎 我們這個誰 我們這個 我們不是真正專門選法律 我們都看了 都看不下去 那你說你沒有法律 你政策錯不錯誤 政策你今天要口罩沒有 要疫苗沒有 現在要快篩又沒有 快篩沒有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 你現在要我們與 劇平共同團 你又說 他沒有說要與必須共同 我這是新台灣模式 你怎樣 然後呢 實際上 好啦 新台灣模式 可是 你有配套措施做好嗎 通通沒有 運氣